大家好 歡迎收看1月16號 週二的果實大攻略 我是雷國慶 今天的大盤 終於跌破了17450的支撐 開始往下繼續往下殺 以大盤本身來講的話 開始進入所謂的C波的修正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今天大盤會跌這麼重呢 主要是因為今天很多的傳產 尤其是塑化股 尤其是塑膠股 今天跌得非常的重 尤其台塑四包 為什麼今天的塑化股跟傳產股 尤其像紡織類也是一樣 為什麼跌這麼重 因為ECFA的影響 我想這個事情其實在 總統選前 中國大陸那邊就已經在談 就說可能要結束的 對台灣的進口優惠 這個事情其實在選前 就已經影響到塑化相關股票的走勢 那只是今天讓台塑四保 這些股票跌得更兇 相關的股票也是一樣 所以造成今天的大盤往下殺 前幾天我跟各位談過 因為基本上在過去這一個多禮拜 在區間震盪的時候 我一直講說 下長你就觀察17450 17450沒有跌破 基本上你就看大盤 看區間震盪 但如果在這裡跌破掉的話 這邊開始進入一個C波的修正 因為從月初以來我就跟大家講 我說因為這一波從11月漲到12月底 所以目前從1月份開始 這個地方是針對前一波的做修正 當然修正的形態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就是所謂的ABC 或者是說ABC 就是12345的往下修正 起碼這個地方跌破之後的話 你就先看 這目前再往下做 繼續往下做這個波的修正就對了 這個往下去的話 當然第一個 那就往下看看季線的位置 這個情況看看怎麼樣 就往先往季線這個方向去看 先這個樣子 好了 因為今天這個 但是今天盤面上 雖然說大盤本身是在創近期的新低 但是問題是 其實盤面上卻有很多的股票 仍然相當的強勢 其實這一個多禮拜以來 如果說你有仔細去觀察這個盤面的話 目前盤面上 其實目前的台股 尤其是電子股 正在進行一個非常長線的轉變 什麼叫長線的轉變呢 就是因為從去年 NVIDIA大量的開始推AI之後 因為凡是跟AI有關的ASIC這一塊 就是所謂的特殊應用晶片這一塊 跟IP系制裁呢 這個地方已經開始變成 未來的電子產業裡面 一個最重要的主軸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這個 像從去年大概10月份開始 像安國這種股票開始在大漲對不對 但是當時很多人不知道 安國為什麼大漲 可是當時我就跟你講過了 我說安國就是因為 因為它就是神盾集團的 安國就是因為它去併了鑫河半導 鑫河這叫IC設計的公司 鑫河它就是在做AI裡面的ASIC 特殊應用晶片的設計跟IP系制裁這一塊 安國併了它之後 股價從去年11月11月一路大漲到現在 股價就已經翻了將近快兩倍了 其實這個情況你看之後 你看像這個世新 為什麼可以繼續的持續創新高 甚至最近你說像志遠這些股票 為什麼可以來到400多塊錢 這些東西都在表現出一個 就是說這個東西 這個來講的話 可能是未來一段時間 你在選股上 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軸 而就是因為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記不記得 在上個禮拜三的時候 上禮拜三那天 我不曉得你看了股市大公路也沒有 還是有沒有已經加入我的群組 當天我就特別填掉 我說尤其是神盾的這一則新聞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神盾它在上個禮拜 就在1月9號那一天 上禮拜二 它就已經講 它就在一個所謂的科技論壇 它就講 它說它帶領的旗下的安格 辛頂以及其他這些相關的公司 開始要全力去充斥所謂的AI的市場 而且它準備要從硬體 除了這個硬體之外的話 它也要走到所謂的這個 演算法就是所謂的軟體的部分 到AI的軟體的部分去 它準備要軟硬要全包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目標 在那個地方 那其實從神盾的這一個走向來看的話 等於就在其實也在告訴大家 就是目前整個的這個電子業這一塊 有開始往這個方向 再往這個方向再走的這種傾向 所以為什麼它其實在去年 我剛才講就是去年在去年 這個安國從去年10月11月 開始領先大漲以後 其實這一部分的這個趨勢 開始變得很明顯 那這個昨天的神盾 昨天又暫停交易對不對 因為昨天它有說要公布一個重大訊息 那從三個禮拜三 我給你在追這個發展之後 那昨天這個神盾又發布一個 更好的一個利多消息 那它就是這個神盾 它這個利用這個發行新股 以及一部分的現金跟這個前瞻科技 做了一個換股的這樣子的動作 而且這個取得前瞻科技 100%的股權 100% 那前瞻是在做什麼東西呢 前瞻它就是在做這些先進製程 7奈米5奈米3奈米 這些關於這個IP相關的 尤其在支援 尤其是重點是在支援Coors 這個INFO的這一些2.5D 3D的 就是2.5代3代的這種先進的封裝 那你看這個神盾去併了乾坤之後 尤其乾坤你看他做的東西 都是在算是真的就算 非常先進的這一塊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個今天呢 神盾的股價可以直接跳空漲停 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從這些股價的走勢 從神盾也好 從安國也好 都已經一再再的告訴你說 那未來在台股的電子股裡面 恐怕這一個趨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不單你看最近像這個神盾在併 這個前瞻科技 甚至最近的支援 為什麼股價可以衝 為什麼可以衝到400多塊錢 原因也是來自於他也是透過他的子公司 聖邦投資去變成這一家公司 100%的股權 那因為這家公司它又是屬於台積電的供應商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這都是很多的公司 透過這個購兵的方式 不斷的再往這一塊 這個商校有整併的這個趨勢 現在變得相當的明顯 而且你可以發現到 凡是現在在這個盤面上 只要 不論是說他已經有這個技術 或說我說我要進入ASIC或是IP這一塊的 股價都是大漲 像譬如上金利科對不對 前面已經大漲一波了 到200多塊錢整理之後 然後又從差不多300塊錢附近 給你現在漲到400多塊錢 可是你看金利科的營收真的都沒有上來 只是說我要跨入ASIC 國家漲成那個樣子 所以就是說目前來講的話 現在也好 未來真的也好 各位 你在選股上 恐怕這一塊會是未來 這個盤面上 真正的強勢股 會趨勢會在這個地方出來 我今天就等於率先 在跟你談這件事情 因為我想到目前為止 市場上可能還沒有很多的人 在跟你談到 所謂的就是說 AI的ASIC 跟IP的相關的上下游產業 正在開始做整合的動作 這個步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這個 因為之前我就跟各位在談 上個禮拜我在談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這個當然了 那我一定帶來會員進去 就去敲神盾 所以今天直接跳空漲停 對 就點二分 今天一架鎖到底 恭喜會員神盾漲停 好吧 我正在講的話 所以我也希望你這個 嗅覺要夠靈敏 如果說你之前也已經開始佈局 神盾也好啦 像這個安國也好啦 甚至像這個有沒有 安格 安格我也給你講到好一陣子了吧 對不對 而且尤其像安格跟安國 除了跟著母公司神盾 在搶攻AI這一塊之外 因為關於像安格 未來安格他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心底扮演什麼角色 我上個禮拜都跟各位談過了 因為這一則訊息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撈到 就已經放在我的群組裡面 所以如果你已經加入群組的話 你上個禮拜你看到這個之後 如果你也進去買了這些股票的話 到今天雖然說指數大跌 可是你會大賺 所以趕快過來跟上北國親 這個對於產業的靈敏的嗅覺度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好吧 那這個不當然了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就算這個 我們先不談所謂的 這個ASI或是IP這一塊 但是過去這一陣子以來 我要跟你講 就算你從安國的營收來看有沒有 它的營收已經從之前的1億多 都已經跳到3億多去了 尤其12月份的營收 年增已經來到 將近179%快要兩倍了 那這個安格也是一樣 安格這個我之前也講了 我說安格其實他的營收 其實從9月份以後 就是10月份公佈9月份的營收 就已經 他的這個年增都跳到一倍以上去了 甚至到了12月已經 年增快兩倍了 你看 我也在講 你就算你不知道安格做什麼東西 或是未來他有什麼樣的表現 但是你光是從這個營收的年增 你都知道這家公司絕對不尋常 所以股價一定有長線大漲的機會 那各位安格這一波上來 除了早期的安國之外 尤其像這一波的安格 跟這一波的神盾 都是唯國慶帶會員進去重壓的股票 那到今天漲停在漲停 雖然說安格盤中有拉上癮性 可是畢竟今天不管是盤中也好 收盤也好的話 也在創這一波的新高了 當然因為短線漲的蠻多的 而且重點是 因為這些股票 就符合了我在所談的 標股五率裡面 這三個條件 最起碼你先從切入明星產品來講 尤其是像安國在 股價從去年11月11月 開始在漲的時候 市場上很多人不敢買 安國那支股票 因為你看他過去的營收 實在不怎樣對不對 而且你看他過去的 他本來做的東西 也實在不怎樣 可是當時我就一直跟你講 我說你不要看安國 過去的營收跟他做的東西 你要看的是他去併的 他為什麼去併星河 那一家矽智財的公司 就是因為他總要切入 AI的ASIC這一塊 當時你看 其實你看從去年大概10月以後 除了安國之外 像金利科也是對不對 金利科也是我要進入 這個ASIC這一塊 哇股價漲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都是所謂的切入明星產品的 這一個有這個條件 或是有這個題材在之後 那股價就是長線大漲 那所以這個以目前來講 不論是神盾也好 因為畢竟安國的漲幅真的是不小 那所以最近他的漲的動能 確實是比其他幾個相關的股票稍微慢了一點 但是就長線來講的話 反正以後隨著集團給他的角色安排 以及他就他這個併購的這個星盒來講的話 反正將來這些股票基本上 都是有機會的 那個安格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是說 要是如果你手上現在沒有這些股票的話 那我提醒你 一旦這些股價有回 回到某個地方 你要趕快買進來 因為這些公司的長線是非常的可觀的 那如果你手上有我也恭喜你 那你就這個破斷你先續報 或者是說這個 如果你想這個來回 這個地方 如果你真的認為說大盤這個地方 這個有疑慮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些股票來回操作 也沒有問題了 但只是說那這些股票 那將來到底這個短線回到什麼地方 會是一個新的買點 那如果現在我就邀請你過來 趕快跟上我 這些股票我都不是今天在跟你講 早都已經從 尤其安國從去年11月12月講到現在 而且我就一直跟你談 他透過這個併購的方式 已經跨入到ASIC這一塊 那另外營收確實也已經上來了 那所以我說這些來講的話 都是你這個 所以這些股票未來的 就長線來講的話都還有機會 只是說當然短線漲多了以後 他一定難免要進入一次修正 但是修正到什麼地方 就是短線的低點 也就是你新擺進最好的位置 那我歡迎你過來趕快跟上我 那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其實這一波是神盾 還算走得最慢的 所以當然他今天的表現就是最強勢了 而且因為畢竟他是母公司 所以來講的話 他整個的未來的發展性 是相當強的 那如果你的手上有神盾 我也恭喜你 然後說你沒有的話 也有點可惜 因為畢竟神盾 就從不要說前面 就從這一波 從上個禮拜以來 我也不斷在跟你談 我說有沒有 剛是在上個禮拜三那一天 我在跟你談整個神盾集團 他的這個佈局的動作 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你當時 如果說你已經有加入我的群組了 或是你有看股市大公約的話 而你進去買這些股票的話 那我講過 不要說今天大盤跌 那些股票已經漲 已經早就已經創了新高去了 已經相對大盤來講 已經跑到這邊去了 對不對 那我說做股票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這個做股票 怎麼樣換掉弱勢股 怎麼樣去買進強勢股 這才是在任何的階段 你必須進去 特別要去注意的東西 對不對 OK 好 這樣講夠清楚了 二位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目前所謂ECFA的這一個 可能他們中國大陸要決定 不管是中止也好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也好 那對於其實對於很多 台灣的船產來講的話 確實有蠻大的殺傷力 但是在電子股 尤其在電子零組件的部分 因為目前台灣很多的電子零組件 仍然是大陸那邊非常需要的 一塊的東西 因為他們那邊不論是做成成品也好 或是怎麼樣也好 其實台灣本身的上游跟中游的 這些相關的零組件 基本上仍然是他們非常需要的東西 所以這一塊應該基本上 不會受到所謂ECFA 不管中止不中止的影響 應該就不會影響到電子零組件這一塊 所以畢竟來講 很多的電子的上中游來說的話 因為沒有利空的影響 所以未來的股價 應該基本上來講的話都還好 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 你在股票的選擇上 我建議你一定要往這個方向來集中 除了這個上中游的電子零組件之外的話 就特別這一塊 我再跟你講 未來凡是只要一家公司 我給你講說 我要跨入AI 我要跨入ASIC 然後要跟這個合作 跟那個合作 變成變成 反正有這些題材的話 給你注意 那些公司的股價 都會相當的好 我再跟你談到這個問題 我想今天大概全台灣的財經節目 大概也做威國慶 我特別不斷的給你特別提醒 未來的主軸會在這一塊上面 因為你說像以前 過去兩三年以來 什麼大家講說什麼電動車 什麼這個 其實那些東西基本上都已經 算是 都是已經算是過去或是成熟的部分 其實目前的市場的資金 正在往這一種 往這個方向再留 我再跟你講一次 特別重要在這個地方 好吧 那如果說你自己不會選擇 當你說老師 那裡面還有哪些公司 如果你自己找不到的話 你趕快過來跟上我 趕快過來跟上我 因為我都事前都跟你講過這些東西 好 所以你看 所以今天安格也好啦 這個安格 甚至有沒有訓節 關於訓節 其實我上個禮拜 我也跟你講過了 就是在這一天 當時上禮拜上 我跟你講 我說這個訓節 因為訓節 它不是神盾直接投資 它是安國的轉投資 安國是轉投資 它有訓節的持股 所以基本上也有間接的關係 所以上禮拜我也講 但是訓節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說 訓節也算是間接 屬於跟神盾結合有拉上關係 所以果然兩根漲停辦 因為這一波它漲得最慢 它漲得慢 一定這個地方來講 反而動能比較強 好不好 這兩都是個重點 好啦關於神盾關係 我不多講 來導播放微信 重點是 我說一個分析師 有沒有能力帶著會員長期賺錢 以及將來你加入我之後 我有沒有能力長期幫你 都能夠領先市場 幫你挑出這個重點的這個部分 來導播放這樣 上禮拜三問你 到了今天 人人給你講神盾 但上個禮拜三那天 我在節目上 我怎麼給你做預告 想問那位誰 神盾集團包含到像安國 神盾裡面包含到安國 安格 像新鼎這一些 基本上都是屬於神盾集團的 甚至連迅捷 迅捷算是安國轉投資 那是迅捷 重點是說神盾最近 他跟你談一些 因為他昨天在所謂的科技論壇裡面 他有講 他說包含神盾在內的 這些相關的這些公司 主持一個所謂的大聯盟 要充斥AI這個市場 那不管是AIPC的平台也好 硬體也好 或者AI伺服器 硬體的部分也好 甚至到 這所謂的軟體的演算法也好 他們要整個去 全部充斥這個統包 從硬體到軟體要去統包這一塊 OK 對 都講得很清楚了 好 來 不過當然 如果說到了今天 要是這些相關的股票 要是你都又沒跟上的話 各位其實昨天 但是我跟你講好像也昨天在節目上 我還預告另外一支股票了 我說來 如果這個成敦集團 要是你都漏掉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余國欽我已經幫會員 找出一家新的公司 而且我昨天特別給你預告 我說這是一個兩年 各位這是兩年的一個K線圖 這個公司 這個股價經過兩年的修正以後 我說到這個地方 其實如果你真的懂 所謂的這個K線的話 你看到只好說 這個股票開始 要開始進入一個主身段 因為他的 他過去這幾個營收 也都是年增月增 而且都蠻穩健的上來 重點是這家公司 他們的大股東 也是準備要有企圖性 要往這個方向來走 各位 所以這個已經是 又是一個有題材的相關的公司 只是目前還沒注意到這家而已 但已經被我挖出來了 好 它的股價 先是經過一年的大跌之後 然後這一段時間 其實如果我們從波浪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邊下跌5波跌完之後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已經是 一個新的上升波里面 這是第一波 這是經過第二波的修正 所以這個地方開始的話 已經要進入一個主身段 其實你光看這個三根K線的話 這個形態就已經相當的強勢 所以我昨天開始給你做第一次預告 如果說你昨天看了節目 你又打電話進來 你今天 他今天剛好盤中有跌 你剛好可以買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價位 所以各位 如果說你昨天沒有打電話的話 就算你今天看到節目 我請你趕快今天打電話進來 或者你在群組上 群組上留你的聯絡方式 趕快明天我帶你進去 佈局這一支股票 我跟各位講 我再跟你說一次 現在這一塊裡面 有很多股票會大標特標 尤其是這個還沒漲過的 像這種有沒有 還沒有真正漲到的 你不要到時候 我就講很多這種 我說各位 你不用到了今天 來羨慕說安國這一波已經漲了兩倍 你不用羨慕這種東西 你也不用羨慕說 哎呀安國這回也漲了 哇漲了好多好多 好多對不對 哎呀今天這個 神盾跳空漲停 我說各位 你不用羨慕這種東西 問題是當 我在給你做預告的時候 當我帶著會員 在買這些股票的時候 你跟上了沒有 嗯 所以今天 應該說昨天 所以我特別有說來 那好 那這家公司也被我挖出來 他將來就有這個題材在 那你要不要過來趕快跟上 嗯 趁著大獎之前 趕快來跟上 而且重點是 這個 因為這個股票 微貴先生會員 我們會員現在也正在買進當中 所以呢 為了會員的權益 我必須先保留一下 我這個地方 我不會隨便 這個就是 Announce出來說 哇對不對 怕天下不知道 各位 股票這種東西 說真的 尤其在買進的階段 越少人知道 越少越好 對吧 現在說真的 現在台灣這個股市 也不知道是因為資訊太發達 還是說這個電視台太多了 你看像這個 像這個廣大基加尾創 這些股票 上個禮拜五 好不容易 才剛剛短信漲了一兩天 結果市場上 人人都跟你講那幾支股票 結果你看 從昨天到今天 對不對 就吊在那個地方 那各位 為了保護會員的權益 也為了保護你的權益 當你跟上我之後 這種 在這個起漲區買軍的時候 為了保護會員 我一定替我的會員保密 這樣子的話 對不對 市場上的籌碼才會乾淨 沒有那些短信客 進來這邊攪貨 這種股票一旦衝上去的時候 等它噴了一段以後 我們再來解說 當時為了國慶 我給你預告了什麼股票 為什麼這家公司的股價 會大漲 好不好 但重點是 你趕快過來跟上 你早一天跟上 你早天買漂亮的價位 不要又等了漲個10% 20% 30%之後 又想去追高 OK 這些活生生的例子 各位我說到了今天 你不用羨慕安國來到140塊錢 當時在那幾十塊的時候 你有沒有過來跟上我 這才是重點 好不好 都是一樣 好 主要再講一次 趕快 這個是一個長線圖 很漂亮很漂亮 底部完全打出來 這樣的股價 已經過了景線的位置了 我想如果你懂技術分析 我這樣講 你就很清楚有沒有 完全過了景線的位置 超漂亮的 好吧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神聖集團裡面 還有是新鼎 也是一樣 新鼎 不過畢竟新鼎短線 實在漲太多了 今天就有點開高走低 而且其實以安國安格 或是以新鼎來講的話 其實新鼎的營收 真的是不漂亮 尤其是這一波上來 我一直跟你講 我說要是去看營收的話 新鼎的條件比較不夠了 那不管 反正就是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手上是新鼎的話 那你要注意一下 短線上什麼地方 可能有拉回的這種情況 那你特別注意一下 好吧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那當然 其實從1月份以來 排名上還有一堆股票的表現 其實是不錯的 就是台積電的供應鏈有沒有 這個台積電供應鏈 我也是跟大家談 其實今天來說的話 你要像萬潤到了今天 還在闖這一波的新高 那這個泰森 昨天大漲以後 今天盤中還在創新高 那這個紅塑 這個高價股 短線經過整理之後 昨天拉第一根 今天衝上來 隨時要過前高 準備要過前高了 那這個星雲也是 星雲慢慢 星雲這股票因為 它本來就走勢是比較 稍微溫和一點 但是畢竟這個地方 也是每天都在把這個 在逐步再往上墊 那這些股票為什麼到今天 能夠在短線上創新高 就是我一直所談的 因為這個台積電 本來到去年第四季的時候 因為Coors這一塊的產能 就是還沒有開出來 所以相關的這些設備供應商 基本上來講的話 也只是大家只能在那邊等 可是從今年第七季開始 這個台積電的Coors的產能 每個月的這個 產出來這個片數 會比去年會多出好幾倍出來 所以你看其實不含像萬潤 有沒有 像這個什麼 像點膠機這一些 像什麼泰森 雷斯特打印 春孔鏡這一些 像什麼單晶片 宣傳台 這個東西其實大家也不陌生了 但畢竟只是說股價在這個地方 整理完之後 有機會上去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目前在大盤 在這地方做震盪整理的時候 但是只要你選對了股票 或是你把未來產業的主軸 你抓的對的話 其實你要找到那些強勢股 來講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來講的話 特別注意一下 今天盤面上 除了神聖集團股價續強 除了台積電供應鏈 尤其跟Coors這一塊 有關的續強之外 當然目前來講 大概電子通路裡面的話 像大聯大這一些 有些股票的表現其實是還不錯 另外在AI的部分 雖然說廣大基加偽創 又開始這邊來回這樣做震盪 因為畢竟市場 一支股票市場人人講就不會動 所以你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手上的股票 不要去跟人家瞎起哄 我跟你講各位你們發現到 其實最近這一段時間以來 如果你去買那些市場上 人人給你講的股票 基本上你跳進去 大概就不會動 甚至還被討對不對 所以廣大基加偽創到這個地方 這個真的又開始進入一個 主力跟散戶這個對坐的階段 但是好啦 雖然說那些股票本身來講還在震盪 可是AI裡面還是有某些股票的表現 是相對強 譬如像秦城這個飢渴的龍頭 那今天股價也是在創這一波的新高 已經快要挑戰300塊錢了 但是各位注意 飢渴裡面除了秦城股價一直獨秀之外 其他中低交易的股票表現就不好 所以目前來講在這一塊裡面 如果你真的要去買飢渴的話 你就要把要真的調體質好的公司了 另外像散熱這一塊 最能表現也還算不錯 不管是高價的散熱 或是龍頭的散熱 或是中價位的散熱 基本上來講的話也還好 反正就說目前來說的話 大概就短線來說 總是有些產業會輪到漲 但是就比較長線的角度來講的話 神鎮集團也好 或是將來有哪 有些跟你講說 他也要跨入所的ASIC 或是跟IP有關的這一塊的公司 國家都會大漲 金利克已經到400塊錢以上 營收爛爛的 可是股價就是超級強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再給 我就一再跟你講 這塊你要特別注意 好 所以各位 這一支股票 我再跟你講的時候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了 你不要羨慕 現在的金利克來到400多塊錢 金利克當時股價在100多200塊錢的時候 你有沒有過來跟上我 當時金利克的股價早早的時候 一樣在去年差不多11月的時候 股價在什麼地方 現在來到什麼地方 這家公司 我從昨天開始 才跟你做預告 市場上沒有人注意到這家公司 但是已經被我挖出來了 所以而且你看 我說 就從你從K線形象來看的話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長線的大底已經出來了 長線的大底已經出來了 再來怎麼樣 要利用大波段的操作 來幫你自己好好的賺一波 反正這家公司就很有看頭了 好吧 兩年了 已經整理了兩年了 在這個地方 這根K棒 而且有粗量 有粗量紅棒 然後突破了整個景線的位置 然後這一段時間的短線 又在這邊做一個強勢的整理 那這邊一旦量重新放出來的話 開始上去 這就是一個主身段 主身段就是一支股票 漲最快的時候 不要羨慕安國 不用羨慕其他股票 那這家公司在這個地方 長線的底部 你過來跟上就對了 將來我們開牌以後 或是你大賺以後 當時我們再來講這支股票 讓市場上人人來羨慕我們 OK 跟上微國慶 跟上這個標股無慮 跟上這個微國慶 對整個這個選股的這個 在這個地方 跟上有這些條件的公司 以及跟上底部進場 大波段操作這樣子的規律 那各位 那未來的長長久久 每一支每一支這種大標股 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上 OK 趕快過來跟上 趕快打電話進來 越早進入 越早佈局 越早買到好價位 祝大家說到順利 延長謝謝各位